花莲台九县发生两起惊险车祸 一起在寿风乡 有桑家处理箱是到一半 路口突然有回转车跟执行车相撞 吓得众人放下手边的工作赶紧上前关切 另外在新城乡有轿车疑似天雨路滑 加上车速太快 结果自撞路数 强大撞击力道 轿车当场弹起 树皮也整片剥落 白色轿车在路口准备回转 但银色休旅车及时而来瞬间撞上 碰得好大一声猛力撞击 白车90度掉头再撞路中分隔岛 这才停下 恰巧一旁有上家政处理丧事 突然听到巨响赶紧放下手边工作 全冲了过去向前关切 我刚刚要回转进来家里 对方一直冲 是直走吗 对 白车驾驶一连惊魂未定 25号上午9点多 他沿台九县准备在寿风厢中心路路口 回转回家时 被执行车碰得一声撞了上来 两车车头几乎全毁 零件四散 路面留下胎痕 这一状白车驾驶头昏送衣检查 女驾驶左手腕撞伤送衣 还好都没有生命危险 而另一起惊险车祸同样在台九县 天雨路滑修旅车疑似 车速又快 行进新城乡时 车子突然往右偏自撞路数 整台车瞬间腾空弹气 冒出白烟 车头严重毁损 保险感掉落 汽油流满地 路舒舒皮也整片剥落 1826号下午两点多 这一状女驾驶重伤 索性松衣抢救已经恢复意识 开车上路务必注意车险状况 以侧安全 记者陈静燕欢迎报道